好 来看到的是 国会大现场 由指挥中心专家小组成员 李秉颖揭开的3加11 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大炸锅 让大家终于明白 哇 根本没有专家在讨论吗 指挥官陈时中的说法随时在变 这回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接受广播专访时也炮红 一时都会知道 这些是违反潜伏期的概念 更多相关的分析 我们时间先交给佩生 好 各位观众 这边上请到我们是3加11的立院专家 我们秋成员委员 持续在为大家3加11追追追 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疫情 虽然好像看似有比较趋缓的现象 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更不要重演当时3加11的状况 所以追真相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不过现在最新的状况就是 列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小组的 专家会议小组里面的医师李秉颖 他其实就有坦言说 3加11是没有经过专家会议的 这才让我们想到说 为什么当时指挥官陈时中 每次听到3加11 他的答复都不太一样 从一开始的陈宗燕 到后来是未做成会议记录 到最新的是李秉颖提告 根本就没有专家会议小组的决策吗 委员 我们想先问一下 首先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陈时中他说 他到最后一定会负责 到底要怎么负责 我想明侦探柯南有说了 真相只有一个 我想这个事件 主事陆续的抽丝剥茧 其实就看得出来 其实根本在这个整个决策的过程 是非常的粗糙 可以说可能是由陈部长一人 来去做拍板定案 那中间更不要讲所谓的专家的会议记录 还是咨询的会议 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陆陆续续 记录不愿意拿出来 甚至没有办法提供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这中间多少人参与 或者是说在决策的过程中 有提供了多少的意见 其实我们相信 这一定当中都有这个过程的记录 只是陈时中部长他不愿意去提供 那现在其实陆陆续续专家 像李兵营出来提出了 也戳破了这个所谓的谎言 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 这个决策的过程 陈如我们一直以来认为的 他就是非常的粗糙 非常的这个没有专业上的这个考量 那讲到没有专业的话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产疫苗 第二期解盲成功 现在我们的三加十一 恐怕也需要解盲这个动作 因为讲到有没有专家介入其中 包含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昨天接受了赵绍康的广播节目专访 还有特别讲到说 如果是作为一个有执照的医师 一看就会知道 这件事情是缺乏专业的判断力 因为他并没有潜伏起的概念 没有错 其实因为我们不是医疗专家 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病毒 它的潜伏其实非常长 所以为什么当时就是要规划 七加七或自主健康管理 隔离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天数 其实都会有照卫生公卫的 这些专业领域上去做规划 所以三加十一让大家最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他把这个因素排除在外 所以为什么国人会一直在追究 就是说有没有专家的意见 或者是专家的指引 还是医疗背景的人员提出相关的佐证 这个就是大家会对于这个决策上 那么纳闷 那么觉得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我想陈时中部长一直说 他要为这件事来负责 那我们现在还看不出 他到底要负什么责 已经七百条人命了 我想边境的破口一产生 后面会衍生更大的社区的感染的 这个成本还有医疗的量 甚至经济的损失 其实到这个7月12号 如果假设今天顺利公布 要为解封 其实已经55天了 百公百业哀鸿遍野 然后大家的情绪 已经紧绷到一个最高高点 我想这个部分 陈部长我们还是诚挚呼吁 应该要跟国人来公开透明 来去说明这个整个事件的始末 因为后面你还有很多政策的制定 跟宣打 这个部分都必须要去做过 相关的专业的评估 跟全民来去说明 其实邱委员在这个休会期间 他不断的常常开记者会 那这7上记者会都会包含是百公百业 真的现在都在叫苦连天 但是我们就不禁想问 今天院会是非常有机会 会宣布违解封的结果 再稍待一会就会有一些答案了 而邱委员你自己认为 违解封或是解封的条件 我们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渐渐的走向解封 其实各个国家都有潜力让我们参考 包括英国欧洲等 还有美国等相关的国家 其实违解封的条件 当然是你的确诊数要降低 那你要有效的控制疫情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疫苗覆盖率要提升 当讲到底如果你疫苗不够的话 你陆续解封 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 他们疫情就是会再往上 然后再封再往上 所以这个部分是现在目前碰到的状况 但是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 就是你要怎么考虑 怎么来与病毒共存的这个概念 来去做整个 这个国人的这个卫教观念 跟新的生活模式的宣导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要被这个加龄的这个概念 一直去框住 如果你用这样的模式的话 那我想就会非常辛苦 除非你蔡政府 你有办法现在让大家施打疫苗 全部倒到七成以上 我觉得再有可能 那讲到违解封的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政府 在政策的宣传上 常常是大内宣 记者会一开就说我解封了 但是很多配套都没做好 那像我刚刚才召开了一个 相关的这个违解封的记者会 很多百公百业 他们对于相关违解封的一些指引 跟SOP 他们都还不是非常清楚 包括经济部都还没有 还有体育署都没有跟 还有卫福部都没有跟相关的这个业者 来去做更细致的辅导 不是说你一喊解封 你只剩一个工作天 他们要怎么准备 你要做梅花座吗 你人流管制 你还是做区量管理 这些东西都要定好 而且还要跟地方政府来配合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 还是要尽速的来去完成 当然就我们去委员保险 谢谢 好我们都相信台湾是人才积极 尤其是不管是科技业的人才 相关医学人才都是人才积极的 所以不管是三加十一或现在讨论到 为解封甚至走到解封的这一步 本来就需要专家来去做相关的评估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几项都没有明显的量化的结果 或甚至是青虫专家的建议 所以我们不禁想问 其实连疫苗都可以进行 是二期解盲了为什么三加十一到现在 疫情爆发至今 本土疫情从五月初到现在 已经过了快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到现在三加十一还仿佛盖上了一层布 希望指挥中心或是卫福部 真的不要成为网友眼中或心中的那一块卫福部 准备